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他表示其实主播并不知道打赏来源 简而言之就是 你送我礼物我收着就好了 谁管你钱哪来的啊 第二点 他表示非常愿意配合各方面 将打赏的钱退还 但无奈平台手续太多 正在等进度 最后一点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冯提默表示 我和那个男的就见过一次 没和他睡过 虽然冯提默还是每天都在直播唱歌 但是会计门登上央视 对他的影响估计还是挺大的 在此之前 冯提默又是出歌 又是上天天向上等综艺 一只脚可以说已经踏进了娱乐圈 资源丰富 但是 冯提默上天天向上的那一次 就被扒出说谎 当天天兄弟问冯提默 做主播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时候 冯提默说自己大学老师 Exxon网友可不是省油的灯 马上就查出冯提默考取的是幼儿教师资格 并且他本人在直播中也说过 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幼儿园老师 这难道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 其实主播圈和娱乐圈一样 鱼龙混杂 吃瓜群众永远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 正所谓数大招风 冯提默作为斗鱼一姐 肯定少不了要面对这些风风雨雨 就目前来看 他的攻关措施和应对能力 还是非常不错的 至少比之前的斗鱼一哥强嘛 至于接下来的剧情如何发展 那就是冯提默的手